大家好 歡迎來到看風雲節目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習近平到重慶考察 為何重提西部大開發 李強在貴州的講話引發猜測 難道中國面臨大規模反貧? 31萬民眾大怒 別再演了 全部下臺 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 威脅同校民主人士 被判作奸9個月 4月22日至23日 習近平到重慶考察 隨後主持召開西部大開發座談會 習近平重提中共多年前就搞的西部大開發 專家分析 可能是針對未來戰爭的一個應對 習近平在座談會上說 中共中央對西部大開發做出部署5年來 西部地區如其打贏脫貧攻堅戰 評論人士中原撰文說 習近平現在試圖總結西部開發5年來的成績 但過去5年裡 西部大開發基本被遺忘 只能總結出一條大贏脫貧攻堅戰 在座的官員都知道是假的 西部大開發包括內蒙古 陝西 寧夏 甘肅等12個省自治區和直甲市 習近平說 西部應發展特色優勢產業 新興產業 這些要求對重慶 西川或許還算湊合 對其他省份幾乎沒多大意義 事實上 中共在建政之初 就搞過西部開發 其實 就是蘇聯原建的一些項目 放在了西部 內蒙古 甘肅等地 上個世紀60年代初 中共和蘇聯鬧翻了 而且準備和美國打仗 所以 毛澤東開始搞三線建設 三線就是三條防禦戰線 東部沿海是第一線 中部的湖南 湖北 河南 河北是第二線 再往西部的大山區裡面 就是第三線 毛澤東為什麼搞三線建設呢 是為了戰爭 最深編輯石山表示 毛澤東一直認為世界大戰一定爆發 中國一定參戰 他希望把中國變成戰場 把美國人拖進來 陷入所謂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七八年 十年之後 把美國人拖垮 然後他就可以橫掃全球 他真的這麼想的 在蘇聯 他還當面向斯大林提出了這個建議 他說 原子彈丟過來 中國最多死一半的人 二十年後就可以恢復 斯大林是一個不把人命當回事的獨裁者 都認為毛澤東這個建議過於瘋狂 後來 鄧小平上臺後 他開始搞改革開放了 那些修建在西部大山中的工廠 大部分都倒閉了 1999年 朱鎔基又提出西部大開發 因為當時東部和西部差距越來越大 一個廣州市或者深圳市 經濟總量就超過西部十個省 經濟發展太不平衡了 朱鎔基 溫家寶努力把西部的計劃經濟體系 改變為市場經濟模式 但西部大開發搞了二十年 實際效果並不好 東部和西部的差距並沒有縮小 因為中國經濟增長 最重要的是外貿 把貨物出口到外國市場 在地理位置上 西部沒有優勢 習近平五年前提出繼續推動西部大開發 把軍工工廠重新恢復起來 分析認為 習近平搞的西部大開發 可能是針對戰爭爆發的一個應對 等於退回到毛澤東時代的大三線戰爭模式 獨立時評人蔡振坤表示 習近平此時再吵西部大開發的冷犯 是沿襲過去毛澤東玩過的三線建設 面對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圍堵 外資紛紛從沿海地區撤離 加之 台海局勢 南海局勢空前緊張 習近平需要考慮到所謂的縱深腹地 一旦東部面臨戰爭危機 西部能夠肩負起軍工後勤保障 不過 蔡振坤認為 西部大開發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 因為西部一直是計劃經濟的大堡壘 許多軍工 國防企業都布局在西部 人 財戶都高度集中在政府和壟斷企業 跟市場經濟嚴重拖竭 無論是外資還是民企都發展不起來 所謂新時代西部大開發 只不過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藉助這個話題自娛自樂 不可能出現新的突破 剛參加完西部大開發會議的李強 4月24日在貴州調研 據報導 李強在對貴州官員講話時 首先吹捧習近平的脫貧成果 接著稱 堅決守住不發生規模性反貧底線 評論員岳山表示 習近平宣稱脫貧成功 不是有水分的問題 而是純粹造假 前總理李克強在習近平宣布脫貧勝利的幾個月前 就說出了脫貧的真相 當時 中國有6億人每月收入僅有1000元人民幣 加上3年疫情 不要說普通人 連中產階級都沒錢了 所以 中國內需才起不來 李強聲稱 要守住不發生規模性反貧底線 引發網友熱議 網友們紛紛表示 黨的話要反著聽 說明已經發生大規模反貧了 有網友質疑 習近平去重慶 李強去貴州 廣東水災沒人過問 這是什麼操作 也有重慶網友說 習近平來重慶 我們這裡燃氣肺高漲 能不能給百姓解決點實際問題 重慶燃氣集團在去年年末大面積更換住戶的燃氣表 在改裝智能燃氣表後 重慶居民發現燃氣費陡增 最近在社交平臺成了熱門話題 四川省各地的民眾也紛紛檢查 發現自家的燃氣費也大漲 一位陳先生說 今年以來 在未增加家庭成員 未改變使用燃氣習慣的情況下 燃氣費莫名其妙 較去年成倍增長 4月17日 知名編劇李亞玲在其微博發文稱 她在海南待了兩個月 成都家中產生了500多立方用氣量 燃氣費接近1000元 李亞玲發布消息之後 鄰居們也查自家的燃氣費 結果讓他們大吃一驚 一名鄰居在美國待了3個月 回來後發現 這幾個月的燃氣費高達2000多元 更為離譜的是 四川省地區民在網路上反映 還在裝修階段的房子沒有入住 就收到3000元的燃氣費賬單 除了重慶與四川 江蘇 湖北等地的民眾也發現燃氣費異常 甚至不僅僅是燃氣費 水費 電費也都存在同樣問題 在輿論強烈關注下 重慶市政府不得已在4月13日 召開新聞發布會 宣布成立聯合調查組進駐燃氣公司調查 當地不少居民發現 自家的燃氣降速並恢復如初 因此懷疑燃氣公司從中做了手腳 燃氣表可以人媒地遠程操控 在短短的6天調查後 重慶市政府官方宣布 當局免去 涉事企業 重慶燃氣集團黨委書記 車德辰的職務 並通報說 燃氣公司存在超表源嚴重不足 錯超和違規孤超等6大弊端 評論人士江峰認為 這個調查報告裡面說 車德辰被免職了 好像有了懲罰 實際上 免職不同於撤職 他可以調換崗位再當官 即便是退休了 也是該拿多少拿多少 退休待遇一點也不少 對於當局的處理結果 民間不買賬 在中共央視的一個相關視頻下面 其中的一條評論有超過31萬人點贊 透露出民眾對中共官方處理結果的強烈不滿 這條評論寫道 按法律應當 處以詐騙罪 盜竊罪 貪污罪 受賄罪 你只撤個職就完了 依法應當 退一賠三 你就退回多收的就完了 真的沒救了 別再演了 該全部下台了 美國伯克利音樂學院的中國留學生吳孝雷 因騷擾另一名 掌貼支持中國民主傳單的學生 而被判處9個月監禁 看中國就此採訪 在美港人謝忠之 他表示 小粉紅是中共用完極器的紙尿片 為中共賣命都不會有好下場 中共不會感激你 1月25日 陪伴團裁決吳孝雷 網絡跟蹤和跨州傳播威脅信息兩項罪名成立 4月24日 波士頓法院判處吳孝雷9個月監禁 3年監督 隨後將被驅逐出境 不得返回美國 除非獲得國土安全部批准 現年26歲的吳孝雷在美國持學生簽證 2022年10月 他得知同校的中國留學生Zoe 在伯克利音樂學院貼出傳單 上面寫有 與中國人同行 我們想要民主等字眼 然後 他多次在網絡上威脅Zoe 吳孝雷在該校300名華裔學生及校友的微信群組中 要求Zoe撤下傳單 並威脅會剁掉他雙手 吳孝雷還聲稱 已經向國內的公安機構舉報他 並公開了他的校內信箱和居住地址 還威脅稱 Zoe回國將會被捕 她在國內的家人也會受到中共當局的政治審查 2022年12月14日 吳孝雷被FBI逮捕 受害人Zoe在法庭上作證時表示 她因為吳孝雷的威脅而感到極度恐懼 搬離了原住址 檢察官在量刑聽證會上表示 吳孝雷的情節嚴重 中共當局多次上門騷擾Zoe在中國的父親 正如Zoe擔心的那樣 1980年 移居美國的港人謝忠之接受看中國採訪 她表示 由於吳孝雷罪名成立 所以對其他的小粉紅 與中共奴才來說 起到了震懾作用 法官對吳孝雷判刑是為了殺一競買 讓她和中共知道 你們的人不能夠亂來 你們如果亂來 就會有很嚴重的後果 例如坐牽 小粉紅就像是被中共用完集氣的指尿片 她舉例 中共的王牌特務金無黛 潛伏在中央情報局30多年 曾擔任鄧小平的翻譯 她自認為 以她對中共的貢獻 中共一定會出面營救她 結果 包括鄧小平在內 沒人營救她 後來她在獄中親生了 謝忠之說 你們這些小粉紅 親共奴才 你們為中共賣命的後果會怎樣? 共產黨沒有人性 她不會感激你 吳孝雷身在自由地 腦筋卻塞滿了糞便 身在福中不知福 她將大陸的那套東西搬到了美國 以為自己在大陸有背景 在大陸可以亂來 但這在美國是不行的 你亂來 亂做 就會受到美國法律的制裁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 請記得點讚 訂閱 留言 並分享給您的朋友 試試變幻 笑看風雲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